我不是眼看 臉壓啦 大家都不接地氣 我的立委就壓10米 就成個隊伍 廖話已經變主將了 我立委長的縣市長 簡直是有時以來不可能 所以做我的縣市長組合 橫向不能聯繫 上下不能作戰 橫看不成臉 只可看不成風 立事而為 他媽是招風者的 我先帶你這個位置 這文菜以前不是會講出 這種花樣 好遺跡耶 像高嘉瑜剛剛我們講的一個現象 他立刻被群組圍剿對不對 那高嘉瑜事實上是反映一個 很多人都有感覺的話題 是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沒有人幫高嘉瑜講話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能夠 解釋成說高嘉瑜人員不好了 不止啦 而是因為他認為他手上掌握很多媒體資源 就是任何事物我都可以掩蓋 他可以壓過去啦 不是眼蓋 臉壓啦 你意思說就抵銷 不是眼蓋 他哪有眼蓋 他就臉壓嘛 你在反這個話題對不對 我就用20張梗圖臉壓你嘛 這樣嘛 可是臉書的同溫層是出不了外面啦 阿彩你講的我都知道啦 你現在講的是講媒體的報導之後的結果嘛 是啊 所以他如果始終走不出這個迷思 那他就會跟當年那個連戰一樣 比方連戰他就認為說我花很多錢做媒體關係等等等 你宋楚瑜是什麼對手嘛 結果不是 結果你看你看他輸宋楚瑜輸多少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我這邊在講的是啊 這個感覺已經來到馬英九末年的那個樣子 就是大家都不接地氣 然後大家都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當我順風之後我他媽還感冒了咧 因為媽順風吹好涼啊 你看我這樣講 鄭文燦以前的形象什麼時候會提出來那種 那不如夜班兩個人吧 你看現在網友都已經講 鄭惠帝說不如指兩人 我知道我看到了 那你看這個東西不是鄭文燦以前的幕僚跟他以前的人設的樣子 鄭文燦以前也不會講這種話 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次要啟動公投對不對 就是鄭文燦被罷免之後小英就有危機感了嘛對不對 然後一啟動黨中央就先編5800萬的預算 是啊 那後來就看他的財產有4億多嘛 就是說他大概從來沒有那麼充容過啦 你懂我意思 是很充容啦 就是資源的運用 媒體的掌握 方方面面 然後都包括國民黨不成財 然後我的 我的立委就壓死你了 市長沒什麼兩倍的人嘛 對嘛就是這樣嘛 那國民黨明明就有14席的縣市長 可是他媽就不成個隊伍嘛 那你明明立委有38席 你就是不成個隊伍嘛 你懂我意思 那到最後好像都看到是4億元在辯護耶 對 你不覺得嗎 比如說羅志強啊 許小新啊 通通都是4億元在作證 國民黨都是二線 也就是 廖化已經變主將了 不是說先鋒而已啊 廖化已經變主將 你看 可是他們並不是沒有主將耶 他們有縣市長有立委耶 這些縣市長不知道在幹嘛嗎 都在當太平官 我這樣講 國民黨的縣市長簡直是有史以來 我看過最座的縣市黨組合 橫向不能聯繫 上下不能作戰 橫看不成嶺 側看不成風 所以你 這到底幹嘛 二宅你如果這樣想 那你去想 明記島人怎麼不會吃定你 我當吃定你 我把你當消夜吃 你其實是那種議題 比如說高端啦 我認為高端的議題是一面倒的 非常弱勢啦 還有那個萊豬也是嘛 結果這兩個議題他猛打耶 對啊 他猛站在高端的立場 跟萊豬的立場 硬打耶 你知道吧 這個現象以前民進黨是很少見的啦 以前民主黨 民進黨大部分都是 站在民調的 知道這個是民意主流 然後才會跟上去 稍稍等一下再跟 那但現在是 我才不管 幹逆風就逆風 他媽是造風者了我現在 因為萊豬跟高端就是最典型的 兩大逆風嘛 對這我覺得 以合理的戰略 就是不要交兵的話 是這兩個不碰 我先主攻合四 然後順吃藻礁 最後兩個議題呢 就用對國民黨的厭惡去把它壓過去 我盡量不要碰高端 我只碰防疫 對因為高端是私人公司嘛 對 我們為國努力 但是很遺憾 高端不為世界所行 對對對對對 那這個是正常正確的 對 你看網友嗶嗶嗶就講 宮頸變會帝 你看我們這樣講 不是我刻意幫媽鄭文燦 搞一個綽號叫鄭會帝 還有網友糾正我說媽是靜會帝 不是 是鄭文燦以前不是會講出這種話的人 他以前怎麼可能會跟社會隔離到 覺得超商晚上都可以兩個人值班 不可能啊 大約班怎麼可能不用兩個人 他就沒錢嘛 就是 而且沒有人要來做啊 對啊 因為第一個要加錢 第二個加盟組 如果是加盟組的話 都是自己占大約班 因為我這邊再跟大家解釋 便利商店大約班最超了 進貨禮貨都是那個時候 然後早餐呢 也是那個時候進來 不然你想想看 早餐五六點 有人買早餐 你料什麼時候進來 三點嘛 對 然後現在呢 由於很多超商開始電到電快遞 媽的有一堆人在半夜 去那邊寄包裹 因為物流車也是半夜來 你知道我有朋友啊 他自己做網拍 他家附近那個 有一家便利商店 一天可以寄出一千件 那寄一千件你知道什麼狀況 就是十二點左右呢 那些人就一車一車推進來 然後店員就說 我去理貨啦 你們自己弄 店員讓他們自己逼耶 不然他要逼一千件耶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夜班要資深 然後要挺得住 而且你日夜顛倒連朋友都沒有了 結果鄭文燦竟然 竟然會講說要夜班要兩個人 我覺得 可是 你知道這個對鄭文燦來講 是不是順風順久了 他就開始跟四面隔離 可是這樣對 燦燦來講很不好耶 燦燦 燦燦以前也不是這個樣子啦 你覺得 鄭文燦如果照這個流程走下去 別忘了 過去這波防疫有很多事情 發生在桃園喔 他是對媒體硬壓下來 老跟你講啊 因為桃園這個事情一發生 方方面面都被有壓力要回應嘛 你看阿勇有沒有回應 沒有 說檢查求棒啊 然後這個車子的號碼就列管 對 但是他管的是砸車那件事情 他管的不是超商耶 我跟你講你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攔檢要求打開行李箱 你這個是違反 違憲 市縣535號你去看 他對警察攔檢 不能夠違反人權他是有一定的約束的 你並不能夠比如說你去攔阿宅的車 說要求你把行李箱打開 不行我們這邊放很多A片 我要有根據啊 說他可能是我們的嫌犯等等 對不對 你哪裡怎麼可能一般人 你隨便就要打開他的行李箱 怎麼可能 對不對 雖然阿宅滿臉就像 怎麼樣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像是一個屠夫 不過也頂多只有A片多而已 但我A片多就怎麼樣 等一下 威歡旭說 鄭文燦以前比阿宅瘦 現在阿宅加亮亮 都比不過一個燦燦 你知道 現在 以前民進黨是最接地氣 記不記得 農運是跟農民站在一起 然後反萊豬反萊牛呢 都跟民眾站在一起的時候 這是一個危機耶 在一起 很久不見 封面